是這樣 因為我們以前支持柯文哲的時候 我們那個時候常常去笑那個 連勝文 笑連家 那時候就笑他說 想不到幹了一輩子的公務員 竟然可以買得起豪宅 想不到過了十年之後 原來這句話說的是柯文哲 就覺得說十年前支持柯文哲 原來他也只不過是個 十年後的連家而已 那我覺得是比較尷尬的 就是說之前柯文哲打折去 就專門去這個攻擊權貴的部分 結果沒想到自己不只是權貴 而且搞不好還常常拿著刀叉在吃肉 很可能他會被約談吧 那甚至羈押也說不定 所以我那天是很感慨的說 說他如果進去的話 我大概就帶個便當去看他吧 因為他請我吃便當 那我也還他一個便當 十年前柯文哲的崛起 他參選首都台北市長 他當時標榜的白色力量 他的對手連勝文當時最被詬病的 哎 連勝文住在地堡 那當時很多青年朋友們 無殼蝸牛還發動了潮運 那這個潮運包圍了地堡的時候 柯文哲還去到現場 柯文哲還跟青年朋友們 跟無殼蝸牛朋友們說 一旦他擔任市長 他一定來幫大家找房子 也就是說他要努力 蓋社會住宅 蓋國宅等等 那你要幫青年朋友們 幫無殼蝸牛大家一起找房子 這些房子還沒找到 你倒是先幫自己兒子找了個豪宅 來當結婚 天啊 那這看在一般過去支持他的朋友們 那這看起來這何嘗的殘酷 原來你是這麼的有私心 而且他攻擊這個連勝文這個地堡 那當時社會上普遍 就是對這個連勝文那種 那種要什麼有什麼 我甚至這個用一句話形容連勝文 就是這個我說我的名言是 over my dead body 那連勝文是over my death money 快站在我父親的財富金錢之上 那也就是簡單講就是爸爸買給我 是因為我們絕大多數的民眾恨透地堡 所以選給活堡 十年前柯文哲的崛起 他參選首都台北市長 他當時標榜的白色力量 他的對手連勝文 當時最被詬病的 連勝文住在地堡 那當時很多青年朋友們 無殼蝸牛還發動了潮運 那這個潮運包圍了地堡的時候 柯文哲還去到現場 柯文哲還跟青年朋友 跟無殼蝸牛朋友們說 一旦他擔任市長 他一定來幫大家找房子 也就是說他要努力 蓋社會住宅 蓋國宅等等 那你要幫青年朋友們 幫無殼蝸牛大家一起找房子 這些房子還沒找到 你倒是先幫自己兒子 找了個豪宅 來 喔 來當結婚又天啊 那這看在一般過去支持他的朋友們 那這看起來這何嘗的殘酷 原來你是這麼的有私心 而且他攻擊這個 連聖文這個地堡 那當時社會上普遍就是 對這個 連聖文那種 那種要什麼有什麼 我甚至這個用一句話形容連聖文 就是這個我說 我的名言是over my dead body 那連聖文是over my dead money 快站在我父親的財富金錢之上 那也就是簡單講就是爸爸買給我 那當時的柯文哲當時他選上 跟這樣子這個反差有很大的關係 因為那個柯文哲是白手起家 那認真的考上醫學院當了醫生 他一切都是這個由自己奮鬥而來 那連聖文承襲家產 所以當時社會的氛圍 柯文哲你能夠選上 是因為我們絕大多數的民眾 恨透地保 所以選給活保 是這樣子 那你當選的 結果那麼這樣子的情境之下 才幾年那你就變了 這個你人設崩壞 那這當然我認為對柯文哲 這最重的 這就叫做政治史刑了 因為你完全違背了你基本的人設 原來你所標榜的白色力量 你的公開透明清廉誠實 在這一次你這個選舉花費的申報上面 帳目不清 那有的灌水 到現在也沒辦法解釋清楚 這一些來看 再加上要購買豪宅 讓人家不得不做其他的聯想 所以這樣的情況下 我認為柯文哲他自己判了自己政治實行 是這樣的 因為我們以前支持柯文哲的時候 我們那個時候常常去笑那個連勝文 笑聯家 那個時候就笑他說 想不到幹了一輩子的公務員 竟然可以買得起豪宅 想不到過了十年之後 原來這句話說的是柯文哲 就覺得說十年前支持柯文哲 原來他也只不過是個十年後的聯家而已 對啊 所以我就覺得說他現在確實就是在打臉他的人生 他以前就是一直覺得說別的陣營都是什麼權貴出來 他對抗權貴 想不到他現在也變成了權貴 那怎麼看就是他現在新竹農曆說要賣 但是又被發現在跳票 對 因為那個柯文哲他選錢的時候 那個時候他本來就是就講話講說被發現 他就好 那我就是明天就是給他挖掉 後來又變成五天 說五天之內會給他弄好 後來又說一個月之內一定會給他弄好 就一直往後演 他那時候也說他會把這塊地 就是拿去賣掉 處理掉 可是現在選完都過半年了 還是 地還是放在那邊 一開始說要送芭樂樹 現在芭樂也死光光了 所以不知道柯文哲 到底還有說什麼事情有成真的 我們也很希望說 他趕快把那塊地處理掉 包括一直讓我們講 講到他下次又要一虎反步 再拚第二次的時候 我們又要再把這件事拿出來講 我們也是很累的啦 那想問一下 是不是有發現他的選舉 那個支出上面有蠻多性 重複大量的一個便當店 不含說選錢在文山區掃街 然後有一天四萬的 在這個馮山的小區店 是這樣 因為那個我們最近就是查帳 大家查得很開心 說我們有把他資料都下載下來 下載之後一色有拉一拉的時候 發覺有一些很有趣怪怪的 賬當然我也不認為這些一定有問題 但是我們如果覺得怪怪的賬 我們就覺得說 我們希望他們就是解釋給我們聽 因為畢竟他們這幾個禮拜 太多怪的賬了 因為之前的一些賬 也是我們質疑之後才發覺說 他們真的搞錯了 包括現在就講說有些就是 小吃店明明已經結束營業好幾年了 可是為什麼還可以買得到便當 或是明明是禮拜天沒有經營的店 為什麼他們可以買得到便當 所以希望就是黃珊珊就繼續出來 開那個澄清記者會 解答我們的疑惑 說不定我們現在挖的 真的又是有問題的 我們又不是沒挖過 你看這三個禮拜 我挖了多少有問題的賬 所以我們希望他出來解釋清楚 你之前有說民眾之聲們要找柯黑來上節目 但你們有被受邀嗎 那你知道有誰有被受邀嗎 他們好像 因為一開始他們只是私下問 就是他們就是民眾之聲有辦個活 就辦個節目的主題 就是說要談柯黑這一塊 然後他們就私下說 有沒有誰要來受邀 來做一個節目 然後有把那個就是流程有貼出來 就到處問 然後那個時候我就想說 怎麼沒有來問我 我也想去 我也想要用一個身為柯黑的身份 去參加民眾之聲 所以那個時候是很有趣的 就這樣講一下而已 所以你這邊比較不知道 還有有沒有其他的 對 不知道還有沒有其他的 但我知道他們好像說 那天有延遲到 我大概只知道這件事 因為後來他們就是要開放民眾來扣印 然後本來是想取暖 但好像後來被小草罵很慘的 真的嗎 我後續就沒有追了 這個我就不知道了 對 不好意思 我覺得現在大家算出來 他可能要自費7200萬元 那這部分我們就是很好奇說 那個錢到底是從哪裡 他不是剛選舉完 有那個補助款 補助款就算他說的說 三分之一捐 然後再加上說他的舊房子 如果以房賣房的話 我覺得湊得出來啦 就算湊不出來 以柯文哲的這個名字 難道買不起嗎 我覺得可以啦 對 所以這一點 這個錢我是沒有替他擔心 陳佩琪之前是說沒有金主陪同 可是現在好像被挖出來 好像是前國民黨的中場 有 就是有說有那個金主陪同 可是他講的不清不楚的 因為佩琪他這幾天的發文 就是每天講法都不太一樣 所以我也不太確定 這是不是他的最終說法 說不定他等一下又有最新的說法 所以我們就是繼續看他怎麼說 那怎麼看說現在其實小草越來越失望 然後其實蠻多留言都指向 就是會在可能民眾直升下面留言說 就可能有點心寒等等的 真的 因為我們這件事 就這一整串事件 是從大概八月五號開始嘛 到現在大概過了三個禮拜了 那這三個禮拜 前兩個禮拜 我們其實挖了很多東西 但是小草看起來沒有很在意 直到這個禮拜呢 就是那個陳志涵的二十萬 算是第一個風水禮 就是他們小草們開始有一些剝奪感 然後再加上那個第二件事 就是那個從佩琪去看1.2億 反正傳出看1.2億這件事情 反正小草還有出來 還有一些出來反駁 反駁說那個夫妻兩個都是醫生 這樣子賺了一輩子 難道買不起一棟1.2億的豪宅嗎 誰知道佩琪他自己發文 承認說他還不只看一棟 他看好幾棟 自己要換兒子也要換 你知道小草們真的很受傷 都不太有人出來護航了 那現在他這個防者真意 也被叫說是上義夫 然後他的所有人設都漸漸在崩壞 你怎麼看 上義夫是你的梗 你應該你來回答 你一次趕快 趕快 趕快 你一次 你來上義夫你的負責 上義夫現在不喜歡我 就你凹的 就是你凹的梗 這樣 好 那你講 上義夫你講 你說上義夫 對現在大概冠上上義夫 然後他的人設都全部都崩壞掉了 對現在就是目前大家會知道 柯文哲越選舉越有錢嘛 所以他從這個千萬富豪 現在變成上義夫 那我覺得是比較尷尬的 就是說之前柯文哲打折 就專門去攻擊權貴的部分 結果沒想到自己不只是權貴 而且搞不好還常常拿著刀叉在吃肉 那我也是覺得說這樣子的話 會讓相對社會剝奪感 而且本來自己是主打 就是說什麼居住正義 結果沒想到居住正義 還是要最後還是靠我這個爸爸的錢 是不是最快 我覺得這對於社會都是一個很差的教育 關於這個 關於這個民眾之聲的部分 其實民眾之聲的官方頻道 在八月份到今年的八月 其實他總共斗內累積的這個 經費總共收入有這個一百八十九萬多 很多 那另外如果是算美金的話 是有五萬八千多美金 那這些錢到底是去哪裡 我覺得這個應該要給小草一些交代 因為畢竟非常多的斗內費用 都真的就是來自於小草的一點一路 那我相信有非常多人 其實都是頻道主 不然有四號貓也很清楚 今天許甫如果要任何的反駁 他很簡單 他跟YouTube怎麼勤款 他只要把他的憑證的單據拿出來 大家都會知道 也不會去質疑 是不是你所謂的這個靠這個民眾黨 斗內之後 然後這些錢流到私人口袋 或私人公司去 那我想請問一下會怎麼看說 他們像好像有大陸這邊的捐款 然後吳宜萱昨天還出來說 都有看身份證 但是還是有匿名的捐款 所以我必須要講 其實昨天這個吳宜萱 吳宜萱女士 他很快就說他已經看到身份證資料 但其實我們看到那幾筆裡面 就是有身份證登打紀錄的不到無筆 那我不知道這個吳宜萱是怎麼樣 這麼快速就可以確認身份 那另外的話 這個部分的話 絕對要注意的就是說 其實如果不是在臺灣的居民的話 就是臺灣或中華民國的居民的話 其實不能夠去做捐款 但比較特別的是裡面有大量的重複的 譬如說住在日本相同的地址 或者是住在中國 香港 相同的地址 他真的有往返臺灣多次嗎 不然怎麼去做這個現金捐贈的動作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嚴重 而且奇怪的地方 那我覺得是民眾黨自己要好好 出來說明 因為我覺得這個民眾黨的 非常多的這個財政的疏漏部分 就表示他們真的一點都不在乎 因為其實如果一時有表格拉出來 你很快就可以發現到 這一些所謂捐贈 異常的部分 他們為什麼在第一時間不去處理 然後到民眾發現的時候呢 他們才開始這麼緊張的想要去解釋 我想大眾已經對他們的信任感 已經沒有了 對 而且事情燒了半個月 他們其實很多事情還有經表 都沒有講過 最嚴重的我認為就是第一件事情 就是木可公關 連一千三百萬的授權金 現在連檢調單位 可能都無法相信他們的說辭 所以才需要被帶上 這所謂電子腳樓 第二個關鍵的就是其實啊 就是所謂十二跟尼奧的那三張發票 他們在記者會也都不出來說清楚 那關於這個木可公關 到現在的代表發言人 好像就是所謂民眾黨 我覺得這也都非常的奇怪 那必須要講啊 如果這個所謂李文中有這麼大的瑕疵 他已經被開除黨籍了 為什麼他還是柯文哲自己小金庫基金會的董事長呢 其實我覺得這讓人匪夷所思 因為我這十年來 我跟柯文哲只共慶了一次餐 就是他到議會第一年 第一次的便當會 那我有去 那我現在看到他的情況 是不聲唏噓啦 因為我這麼強力的監督他 我很近距離的在觀察他 那本來我對他還至少 我內心深處保有一絲寄望 就是說至少他不會貪污吧 我是這麼覺得啦 但是現在除了政治現金以外 還有他另外涉入的這三大案 那麼我根據我過去議會同仁們 他們現在很認真地 查證了這三件案子之後 發現確實 柯文哲在這三件案子後 非常可能有涉入 因為都是由他直接下命令的 那所以我才會覺得說 很可能他會被約談吧 甚至羈押也說不定 所以我那天是很感慨地說 說他如果進去的話 我大概就帶個便當去看他吧 因為他請我吃便當嘛 那我也還他一個便當 因為委員你有評論說 他現在已經人社崩壞 是社會性死亡 那您認為未來 包含柯文哲以及民眾黨這邊會泡沫化嗎 我認為他民眾黨短期內是不可能泡沫化 因為他已經有巴西的立委 那任期還有三年半 那這巴西的立委在我們立法院 現在剛好是關鍵的少數 那這個可以寄望的是說 他們巴西的立委其實有很多非常的理性 他們支持我們執政的民進黨 我們其實可以好好的去跟他們溝通 在民生的一些重大法案 大家可以來合作 比方說財政收支劃分法等等 那這個如果說現在他們巴西 如果又回復到先前 第一個會起那個樣子是 由這個比較激烈的鷹派來領導的時候 那我覺得情況就不好了 對他們黨也不好 對他們黨的發展 因為他如果一味的去跟藍軍國民黨合作 那走那種比較激進 去推的法案也都是比較偏執的法案 比方說國民黨他們這個黨產條例 他們要收回他們國民黨產 那如果民眾黨還繼續膽敢 跟國民黨做那樣子法案的合作的時候 會被社會所唾棄 對他們黨是不好的 我覺得那怎麼看一下 柯文哲以前是罵連勝文 結果現在反而是幫自己而來看豪宅 對啊 這個是大家最看不過去的 因為當時那一場選舉 我看得非常清楚 其實那時候我們民進黨是幫柯文哲 我個人啊 我個人甚至 我直接大大大的就在我們大同區 去永樂市場那邊掛這個看板 因為當時的連勝文 他說都沒有議員跟他一起掛照片掛看板 我就去啦 我就掛一個我跟連勝文的照片 我的旁邊我就寫over my dead body 打死不退 連勝文旁邊我就寫over my dead money 爸爸買給我 我就點出說 他說這個連勝文會讓當時選民厭惡的地方 你看他住在金山銀山啊 他住在地堡 那當時的潮域年輕朋友們 無殼蝸牛們發動了潮域 柯文哲還去了現場 去到潮域去到地堡現場 柯文哲當時承諾青年朋友們 無殼蝸牛們說他當上市長以後 會認真的幫大家找房子 柯文哲你還沒有幫青年朋友找到房子 倒是先幫你兒子找了個豪宅 當新婚房 那這個看在所有民眾的眼裡 這個是何其的諷刺啦 更何況當時市民的心境 在投票的時候很簡單 當時社會 對這個貧富差距那麼大 那產生的反感 所以當時民眾是因為恨透地堡 選給火堡嘛 所以你柯文哲就當選啦 是這樣子嘛 那這個過程 你當選了你崛起的你的人設 就是你希望能夠為生斗小民 為青年朋友們尋求一些公益 結果這麼多年來這十年來 你兩次市長的選舉 還有總統的選舉這三次選舉 有這麼多忠實的年輕粉絲們 小兒捐款來捐給你 你要好好的運用 保管這些金錢才對 結果你現在 你的帳目竟然是不但帳目不清 而且很多支出是灌水 再加上你的夫人最近又去看豪宅 天啊 你大家把這幾個事情連在一起都 所以我才會認為說 啊 柯文哲 你 法律上 可能政治千金法只罰你一百二十萬 那偉照文書可能輕判一顆罰金 但是在政治上你已經被判了死刑 你自己判了你自己政治死刑 因為這些作為連在一起的時候 你已經達到社會性死亡 所以我認為柯文哲 判了他自己政治死刑 他太太看了這一點二億的豪宅 還有一個點在質疑說 他們夫妻的財產申報 其實是不夠來付豪宅的自備款項 所以也被大家好奇說 那他們錢到底從哪裡來 所以本來 本來家家戶戶如果存錢買房子 這是好事 而且這是他們私事 本來我們是不會去評論 過問這樣子的事情 現在就是他被 這麼透明的來檢視 檢視到這麼清楚 是因為你剛好牽涉到政治獻金 你的申報不實嘛 所以就被監督 督阿厚娘娘啦 我其實我講這個的時候 我自己心裡蠻難過 哪有說 比方說他兒子如果要結婚 買個新房 這本來是喜事嘛 我們不去講人家的太太小孩 罪不及欺怒嘛 可是柯文哲偏偏硬要 把這些事湊在一起 讓大家整個社會 都來檢視這個事情 所以柯文哲他這樣子的做法等於 我覺得這有一點讓大家 這個我認為違背人性了啦 違背人性 本來是不討論這一塊的 但是柯文哲你偏偏讓你的夫人 在外面訴說這些事情的細節 還去看豪宅 那你還把自己小孩子拉出來 你保護太太保護小孩都來不及了 你這對小孩真的情何以堪 真的 這本來買房子是好事 那你牽涉到這 是不是你要運用到 你結餘的政治獻金 然後這些獻金 裡面又很多帳目不清 是不是 這有什麼款被 到什麼地方 你看所有揣測都來的啊 所以我覺得這不是我們 十年前我們民進黨 所要幫的柯文哲 當時我們知道的柯文哲 有他很清新的一面 他會帶給我們社會 誠如他自己講的 公開 透明 誠實 清廉 這四點都受到這個摧毀殆盡 你自己摧毀掉 你公開講的這四大項目 所以我還是鼓勵說 其實我們社會以此為戒後 未來我們支持 政治人物支持要選舉的人 我們要更睜大眼睛 先生 你剛剛廣播有提到 就是好像有寄望 跟黃珊珊這個國會 好像有這種綠白河的感覺 那您覺得這個小草 是有可能會到民進黨這邊比較多嗎 這個我不敢研判 那因為小草們有他們的堅持 尤其如果到現在 還對柯文哲很堅持 要堅定支持的話 我看那不是小草的 那已經變成野草 我們是野草 野草就是風怎麼吹 雨怎麼下 那這個沒辦法摧毀野草的 委員想要再請教 怎麼看現在黃珊珊被黨停權三年 不過外界有認為說好像處分 有點太輕了 而且他未來可能以武黨籍參選 以及說他求員兼裁判的身份 到底要怎麼來進行這個查障 我個人是這樣認為 我認為以黃珊珊的法律的專業 她幾乎不會去犯這些錯誤才對 我認為就是說 因為柯文哲任命他擔任這個總幹事 他的總幹事都 他的整個心力都用在在政治的分析上面 所以在這一部分帳目的部分 可能他們就是授權 有會計師有專業的在處理 因為財務也不是黃珊珊的專業嘛 所以這個處分是太輕太重 這個我不敢說 那個是他們黨的規矩 只是我非常寄望說 以我認識了解的黃珊珊 他不但有法律的專業 而且過去他在首都台北市議會的表現那麼的好 他的問政 還有他堅持嚴格來審視當時市府的預算 他也做了很好的 教諸很亮麗的監督的成績單 所以我認為跟他來合作 是可以好好的來推動我們執政黨 所要的這個福國利民的政策 比方說我舉例 像財政收支劃分法 比方說像這個融資租賃公司管理法這些 很多都已經跟我們一般民眾生活息息相關的 這些民生法案 其實黃珊珊她著目甚深 那我覺得我們執政黨可以跟他們民眾黨 在黃珊珊領導之下可以來做這一部分的合作 不要再讓鷹派的人去領導 我認為把民眾黨導向正確的方向 因為畢竟未來這三年半 他們巴西立委還是可以發揮關鍵少數 那我認為應該好好的跟他們的優秀的 比較理性的比較智慧的領導來做合作 但您會認為黃珊珊的政治生命已經結束嗎 因為她現在沒有辦法再批民眾黨來參選2026 選舉另外一回事啦 選舉以後變化還很多嘛 你要先做得好 再來談選舉 也才選得上嘛 如果現在就在規劃 幾年以後選什麼 幾年以後選什麼 我認為黃珊珊不會這麼做 所有有智慧 有能力的政治工作者也不會這麼做 你要先把自己分內本身的工作做好嘛 那黃珊珊她在未來這三年半 她立委的這個職務還在 她還是可以為我們國家做很多的事情 因為以她的智慧跟經驗 我認為她還可以做出很多的貢獻 那至於未來選舉會是怎麼樣 那是未來的變化 那個不重要 我想黃珊珊你現在也不會把 未來選什麼 列入她現在的考量 所以你認為她應該不會遂行黨內所謂兩年條款這些事嗎 他們兩年條款是不是還會堅持 這我就不知道了 因為現行的他們八席的立委 在我看我都滿認真的 只是在第一個會期 他們大概只有一位黃國璋在帶頭大聲 那大家只是 他們另外機會只是不想跟她過度的延遲對抗 所以就順著她 但是我所知道的他們另外這七席立委 也都有一定的努力 對政策法案也有一定的琢磨研究 所以我是希望 他們能夠好好的針對政策 來跟我們民進黨 大家來研商 大家來合作 那一件事情 就是現在財政部的臉書 現在把中華民國拿掉 那來一段來就批評說去中華民國化 那是不是有點在操作意識形態 你覺得他們反應會不會有點太大 其實去中國化四個字 一向都是統媒他們在報導的 那全世界認定的中國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所以我們一定程度的把這種容易被誤解的名詞 把它做適度的改變 這沒有什麼不對啊 這沒有什麼不對 但是硬被冠上說去中國化 中國的定義太大了嘛 歷史的中國 地理的中國 文化的中國 血緣的中國 這些我們都承認我們跟中國有這些連結 但是政治上我們就不是中國啊 不是嗎 政治的中國我們怎麼可以承認呢 所以適度的做一些區隔 本來就應當做的 這是任何執政的政府 他都應該做的 不是嗎 那過去在馬英九時代 甚至遠從蔣經國時代 那時候我們參加很多國際組織 不是就叫中華台北嗎 不是這樣嗎 那中華台北難道去中國化了 這很清楚了嘛 所以我覺得我們應該 因為這個怎麼稱呼 這些都只是 就像在讀書上課的第一課而已 我們後面還一大堆課程 現在急著要做的 有交通 有國防 有建築 有衛生福利 有醫療 等等 太多了 我們不能老是在讀書 老是在第一課在那邊 停頓在那個地方 我認為這些沒有什麼可以爭執的 所以導使我覺得 部分的統派媒體 他們太敏感了 動不動 好像在幫中共 在檢視我們台灣 在做思想檢查一樣 我覺得這很莫名其妙 我訪問他們嘛 你承認政治上你是中國嗎 對不對 那如果不是的話 那是不是 我們大家要齊心協力 來想我們怎麼度過這個 那這只是 所有我們每天 面對裁免猶言 面對那麼多挑戰 國家有那麼多重大的各項政策 要來研究 那這個只是第一課 後面還有數十課 這個重要的國政 所以我們不能一直耽誤在第一課 不過我也還有一個實事題是 明年政府要挨注勞保基金一千三百億 那何佩山說 波補對勞保基金永續發展 最有效益 我也認同嗎 對 其實因為在還沒有一個徹底 長遠的解決方法的話 波補當然一定要 波補就證實了說 我們政府本來就應該承擔 最終責任嘛 這是負責任的政府所應當做的 但是波補絕對 不是唯一的一個方法 我們長遠下來 我們對於這個勞保 當然我們要有一個好的 能夠革新的方法 來健全勞保 但是在這個好的方法 最好的方式 還沒有想到之前 我們當然每年用波補 來證明說政府要應該要負起這個責任 這是對的 這是對的 波補 再多的錢也應該撥補 因為這是辛苦的勞工大眾 他們畢生 他們最後的一點保險保障而已 所以這個是一定要做的 我也想要再請教 民眾黨現在跟木可公司的關係 因為現在有最新的爆料 就是指說 當時許甫之前 就說要把斗內的建議 全部都移到了木可公關那邊 那外界就會質疑說 是不是加深民眾黨黨營事業的疑慮 這是齁 所以 黨 任何黨都不應該有黨營事業 這就是國民黨由勝而衰 被人民唾棄的地方 黨 你就去做 你自己政治工作該做的事情 人民自然會給你支持 也給你支援 現在我們國家有給政黨支援 我們有政黨補助金 選舉也有選舉補助金 每一票30元的選舉補助金 政黨補助金是每一票50元下去計算 所以既然我們國家 我們社會有給政黨支援給補助 那黨營事業更不應該 更不應該 所以 如果 民眾黨真的有那樣子的情況的話 那 民眾黨被詬病喔 都好而已而已 真的 那這個黨真的 那真的 他們一時的成功勝利 那充分了他們的頭嘛 才會這樣子啊 我想 柯文哲如果好好的 欸 醒一醒吧 柯文哲 你這樣子 你竟然 欸 下令 用這樣子的方式 來造就另類的這種黨營事業 難怪你今天會落到這個下場 我們任何政黨都不應該經營黨營事業 今天那個台南幫出事啊 那就是說 有被這個在野黨說 是這個英賴的 又在鬥爭 然後背後可能是小英這樣 那你覺得 這個奸戲怎麼看 謝謝 還好我沒有加入任何派系 這個 你身為一個人的奸戲 那你永遠都會保持很清醒來看待這些事 在我看喔 不應該有這樣子的說法去污衊蔡英文總統 蔡總統完全沒有涉入從520之後的任何政治上的紛爭啦 這些通通都沒有 沒有 那 那 英系兩個字 也純粹是 在 從事政治的人 他們應加的啦 因為 事實上 從過去他擔任總統的時候 因為 總是 會有一些走得比較近的 跟總統比較近的 政治相反比較相同的 那走在一起 這樣就被 叫做 英系 但是 就我 跟 蔡總統的幾次 這個 聊天的時候 我可以看出來 蔡總統完全沒有那樣子 要成立自己派系的私心 你看 520之後 蔡總統為了我們 國政能夠延續 交到賴總統手上 他認為國無二軍 所以 他 那個 沒有在任何 公開場合出席 或者接受任何的訪問 他這麼做是完全正確 他是為我們國家 長遠來打算的 所以我覺得 我們 這個就 放過 蔡總統 他現在 退休之後 讓他能夠有好的退休生活 不要再做這種 意測 尤其是說 這個 某一些 派系 現在的某幾位出事 就說是別人 鬥爭他們 欸 孤狼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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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是 他們要看看 有沒有這些事實 這個比較重要 那 大家不會吃飽 閒著沒事 大家都去當狗仔 去收集他們資料 沒有 不能吃飽太養枍 好 好 谢谢